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不一样的比赛 这也是我在收拾自己的文件夹 看见之前路过一个二狗 就是紫禁城 之前紫禁城拿到冠军以后和GM 打的这么一个表演赛 咱们看一下吧 好早了 主要是今天清理电脑清理出来的 之前想想好像没做过 给大家做做 喜欢看这种的可以看看 不喜欢看的 大家可以直接跳走 那观战王这边上的是一个女儿 方寸的双锋 配合着花果山加摩天公 当时这个邱爸爸 就是个邱总和紫禁城 一起拿到了这么一个 无声弹的冠军 以及一个全明星的冠军 对战方GM 上的是一个普多山加化身色的两个辅助 在配合着花果山 带着一个龙宫 以及摩天公的组合 健安们大家也都知道 人家那个属性 想怎么挑怎么挑 这就看对面是认真跟观战王打呢 还是逗观战王玩呢 根据以往的经验 他们一般都是逗着玩呢 对战王也是把自己所有的宝宝 赶成了像死而生 来致敬一下二狗 他们更多的其实就是偏向于 逗这些玩家玩一玩 往蹭一把 蹭一棉 当时我记得紫禁城使用这么一个摩天公的话 也算是独树一帜了 大家都是玩女把木嘛 大家都是玩女把木 健安们主要是他地厅厉害 他有几波地厅比较厉害 这个视角是二狗的第一视角 三二狗的第一视角 不是咱们平时看录像的那种视角 所以看起来会多少有点不太习惯 而且看不见对面的血线 这都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技术性难题 我实在是解决不了 大家就这么将就的看嘛 一把罗汉 先干一干 没有什么操作 没有什么操作 大家就是娱乐的 我看就可以 瞎玩 瞎玩 我记得之前节目 只要他这个龙光不龙银 什么都行 这龙光要是龙银 谁来了也不行 他那一龙银直接就团灭了 直接当头 当时花果山还是第一物理线 一万八 直接砸了这个龙弓一万八 观赵峰想要点龙弓又来了一千四 但是这个龙弓还是没有死 打了这个龙弓已经是两万的数据了 这龙弓依旧没有死 再来一个恶报 三千六还是没有死 再来三千亿 最终倒地 可能是神佑了 因为看不见对张峰的血线 有可能是人家把血量调到一个两万左右 也可能是 确实是神佑了 就武器上带着神佑嘛 这都是有可能 不然的话花果山的一棍子一万八 正常情况下 四个人都敲死了 哪怕是化身四 一万八的血也得躺在脑袋上 除了敲不死兄弟 但敲兄弟也不可能是一万八了 可能就是八万一 对张峰还出现了一个自动 多说不说的 竟然是真不会玩 让了龙弓依旧手 宝宝直接神 魔镜不配素 大哥你会不会调号 两万六卡卡的熊猫 以前卡卡的无理器确实强 一路跟着二狗 从林影寺到奇运楼 再到最后的紫禁城 真的是 跟了一路 最终也是在紫禁城拿下的冠军了 以前好像在熊银岭就拿过冠军 以前跟麦兔他们的 好像就拿过冠军 奇葛塔 立批 再跟 催眠控一下花果 对面花果站这个伤害也不差的 杨柳刚度拉起来 1500 感觉对张峰这个属性调的也不算太高 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可坚硕范围之内 今天神通走一走 雷天玩军一千一千多 中规中矩 感觉跟怪畅风数据差不多 这二龙系猪也是不太行 也是不太行 实在不行就龙银吧 再不行 出地亭 GM的地亭可厉害了 那是会霸凶法阵的地亭 人家的地亭是功法兼备 还会神兽技能 也亏得上二狗 这要是猴哥操作上去 就把那个地亭给你抓回来 就瞎玩 就瞎玩 不知道该用什么了 二狗迷茫了 再不操作就卡秒了 笑一下再封一下 对面出了个老和尚 我记得GM有个老和尚超厉害了 比人多厉害 继续想点杀对面的龙铺 观众峰这边得想办法接罗汉了 得想办法接罗汉了 四个神香 再哄一下普陀山嘛 他在犹豫 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把三票 贪了 最终还是贪了一波 想稳健的来手 但最终还是 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贪念 来了一把三票 继续破天 对张王还是以轻宝宝为主 对于观众峰的人物单位 没有过多的想法 等一个十回合以后 等一个十回合以后出地点 那会儿的花骨山 起棋子还只有一个棋子 没有两个 这是老视频了 我今天收拾文件夹的时候 看见了 起见神通出发法联 那会儿的花骨山 一把棋子也厉害 你不用想了 那版本的问题 一把棋子也厉害 你不像现在 这花骨山都没市场 但是换句说回来 宽家皇能点死对面龙宫 但是你点不死 守不住他的尸体 你这点了也白点 最终选择一把笑脸藏刀 他在犹豫 他在犹豫 现在是第八回合 现在是第八回合 等一个十回合以后 用人再拉起龙宫 不影响 关销锋只要守不住尸体 这么点杀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花生色反手奶一口一万 血量全部恢复过来了 对两方应该现在 是满血的一个状态 满血的一个状态 刚才花骨山 虽然打了一波面上 但实际上给对面的一个 哎呦这个暴击 光寸直接没了 实际上给对面的伤害 还是明显不足的 再卡一个大惊 看看能不能再触发一次 齐天神通 如果再能触发一次 齐天神通 对面的压力可就大了 为什么说给对面造不成太大的伤害 我记得GM是给自己的人物调的是两万血 你看似好像打了三千四千 很给劲 还触发法连赏 实际上 你可能连他一半的血都没有打下去 宝宝宝一万七的血量 一万七的血量 哎呦喂 跟闹着玩一样 怪战狂直接换须迷了 想冲一波 哎狗哥没犹豫啊 还是最终选择换须迷 强行压一下 想压对面女儿村和这个龙光 看一下目标 能够打到谁身上 都是有机会 对面女儿村的对面普陀山啊 什么女儿村对面普陀山的血量也不多了 500好像没什么问题 对面老和尚一万七的血 输出还很高 普陀山补登补一千千 队长方直接换地厅了 队长方直接换地厅了 不跟你戏戏哈哈 咱们看一下这个地厅好不好玩 期间开刀 先带走一个孩子 观点方 哎呦这女儿村 关键是后排的 天公差点被弄死 感觉队长方现在有点不对了 想要跟观战方拼命 哎直接大死亡 干死一个龙光 不亏 普陀山还没有死 三千八啊 那这个普陀山不是个女儿村 哎呦这地厅四千血 没什么问题 还活着 对面普陀山倒地 啊这个地厅四千血 还活着 看看是不是常规地厅 要不要加在你对面 啊这个地厅如果是两万血的话 那确实观战方也清不掉呀 啊你那没办法 只能扔尺子可能是最 妥贴的一个 处理方式 但话一说回来 这不第十回合 第十回合不能用观战玩笑呀 啊你看这宝宝一万七的血 伤害还挺高的啊 啊 这个地厅还是最终还是飞掉了啊 啊一把金轻 对面现在也是有了两个尸体单位还有一个大死亡的一万一 先保一下自己方寸 你这就离谱 观战玩笑这个技能 第十一回合才能用啊 第十回合是不能用的 你第十回合可以拉底气啊 第十一回合再用观战玩笑 强控一波 普多山 没问题 抗风在的 来老和尚又来了 你看老和尚啊 仅仅比观战风一速女儿村速都慢 啊仅仅比一个 阴 对面这灵 灵法这扣血扣三千了啊 扣血就扣了三千 哎罗汉盖 屏幕稍微有点卡 这视频我当时录的可能是有点卡啊 扣了三天又秒了一千八 没什么问题 又秒了七百 已经扣了将近五千的血量了 这个地厅啊 已经扣了五千多的血量 将近六千的血了 两千千 将近九千的血啊 这个地厅已经耗了将近九千的血量 又打了两千七 但这个地厅依旧还活着 而且它是个灵法 最关键的是 它还是个灵法 初步算了一下 这个地厅最少也是一万血 最少也是一万血 剩下的咱们要看一下 它有什么技能了 打针给普陀山 但是普陀山选择了 扁灯 断线木偶扔给这个地厅啊 这个地厅肯定是不会中的呀 直接关键弯箱了 速度也是超快的 咱们看一下 换来之后 一个 看山崖顶 两个 出发联 出发联 咱们看一下有几个技能 水曼金三 水曼金三 三个啊 三个技能了 避来击破四个啊 物理 物法 兼修啊 极星一剑 五个啊 大死亡 六个 第一烈火七个啊 观念方全体打出的问号啊 而善恶有报 八个技能啊 丽皮化山 九个技能 哈哈 打破 哎呦 哎 就这种地厅 啊 最起码 一万血起步 啊 一万血起步 因为刚才他自己出来 就扣了三千血 观念方 又来来回回 打了他六千多啊 但还是没有死 最终还给你整出个 物法兼修的 九个技能的地厅 四个大法啊 五个物理 啊 物理法术 都带着啊 这种地厅可实在是太香了 感觉可以抓回来 尝尝味道啊 物法兼修的实际能地厅 哎哎 狗哥啊 看一下自己的地厅 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啊 我看见他的眼睛已经湿润了 啊 已经湿润了 他打算放身 啊 还是选择了召唤上场啊 哎 无奈啊 看一看自己的地厅 再看一看对面的地厅 无奈的把自己的地厅召唤上了场 啊 我这个心理活动解说的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能够感受到那种 无奈啊 能够感受到啊 当然这个东西属于娱乐啊 大家娱乐的看就可以了 不要 啊 带入过多的那些这种 那种胜负欲啊 或者是辩论的那种欲望啊 没有那么多欲望 就是玩啊 现在队长方还是有两个实体单位 也亏了队长方没有给这种玩意儿啊 加战底啊 那个玩意儿加个战底 你是真受不了 刚才那个地厅速度也非常的快了 啊 速度快 血量高 伤害高 技能多 哎 自己啊 这四个技能其实也可以了 啊 四个大法技能 也是相当的强 啊 当然确实比对面的弱啊 这是应该的 毕竟人家是GM 战底加上啊 也秀秀肌肉 来 灌着玩笑 看一下数据 可以三千七 最长方 土多山带了法方凌事啊 但是 哎 花生死应该也是带了一定的法方凌事 但是带的不多 抱不再飞一个 这比赛 关家方要拿下了啊 可能要拿下的同时 还得考虑考虑对面 哎 关家方这个战底加的有点暗了 呃 要拿下的同时还得考虑考虑对面 是不是 狗哥是不是出错地厅了呀 我感觉出错地厅了啊 这个地厅速度快了 后边好几个两把战底摆下了 啊 再来一个 啊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啊 对面觉得这比赛 赢不了的时候 可以再来那么个地厅吗 啊 再给你尝尝味道 先拉起花果山 对面 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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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能二国这边又开始怀疑人生了啊 啊 在想究竟游戏的意义在是什么啊 为什么要跟他们玩 看一下这两个地厅是个大木玩意啊 再如果整出那种地厅 哎 这个卡了个药啊 这个自动啊 那那还行 啊 那还行 再让对面啊 那么害一下 观察方心态受不了的 不加战敌都受不了啊 刚才 呃 那几个攻技能啊 就是那些善恶啊 利皮打过来 伤害都不敌的啊 那些技能伤害都不敌的 哎 还带神佑的啊 好吧 那关键是对面 一号位这个地厅还能接着出手呀 上回合没出手 下回合也不耽误呀 39秒不死 2000 打了6000血 还是没有死 处罚法联 再次神佑 啊 那这个地厅还能接着害呀 啊 还能接着害 实在不行就把他抓回来 啊 那不是有个捕捉吗 抓 啊 猴哥 给我上 这地厅神佑过的 观察方好像是处理不掉了 哎 灌着玩笑 速度超快的 有没有 一个 两个 三个 速度超快 这地厅啊 四个 见到四方 啥玩意儿啊 啊 大死亡 八雄 法阵啊 神兽技能也来了 善恶有报 啊 地狱烈火 有完没完 还有个利拼呢啊 雷击 壁垒 利拼 还是我肤浅了 啊 这技能 我不想数啊 十几个技能总是有的 啊 大哥有完没完 业务清晨 洛言 水工 嗯 也就十五六个技能嘛 啊 也就十五六个技能啊 关键是速度超快啊 比观察方一速女儿村的速度都快 啊 狗哥啊 已经留下了哈娃子啊 并且并且啊 舔着脸问了一句 能送一个不 那差不多队长方也是结束了啊 就是既然本身他就抱着一个娱乐的心态啊 来跟二国这边玩 啊 如果他认真玩的话 你肯定赢不了的啊 因为他耍赖啊 啊 他耍赖你怎么可能赢啊 啊 这场比赛也算不错啊 只是展示了一下他的宝宝啊 并没给你啊 搞什么七七八八那种耍赖的招式啊 你别龙瘾我啊 这确实受不了啊 一个龙瘾下来观察方直接团灭了 啊 赢了啊 打了23分钟29秒 感谢大家收看 我小胖啊 如果有喜欢我视频 请忘记关注 谢谢大家 啊 大家记得帮我看点赞 来一个超级推荐啊 让更多的小伙伴能看到我的视频 啊 对面也是拉出了恭喜 紫禁城啊 拿到的冠军啊 这些地厅 确实比较可怕啊 十几个技能的地厅 啊 要是有这么一个地厅 你可以直接统治梦幻醒我了 啊 有一个就够了 雪高速度快 技能多啊 加一个战敌直接起飞 但是有比较柯扯的一个点啊 就你加不上战敌 还速度太快了 拜拜 啊